4款适合大脸配搭的款式推荐 哈喽欢迎来到千哥的配镜指南 那么做了两期中大脸型男士款式推荐之后 很多朋友后台私信我 千哥能不能也推荐一下适合圆脸的 适合高度数的 适合做墨镜的 或者是适合女性的种种等等 那么我只想说各位你们不要着急 先关注我 你想看的后面都会有的 只是刚好最近顾客都是大脸男士居多 那么有案例吗 我介绍起来就更方便 好了话不多说 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款 第一款是很受公务员欢迎的 strip系列726 刚才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简单精神 而且大方 前空尺寸虽然是固定搭配 但这个系列的特点就是进推 两侧的这个位置 可调整的空间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说 两侧会被夹得不舒服 或者是有印子 但因为它是半框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它会比较竖雷一些 但这个情况我们会建议它 可以在镜片开槽的位置 增加一个勾槽设 这样视觉感会更饱满 看起来跟全框也非常的相似 这样的组合 前段时间一个外调顾客收到眼睛之后 还是用超爽两字来形容 镜框颜色方面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搭配 比如说像这一款 这是一个工作属于办公室性质的朋友的 他想要时尚且稍微一点点的 那么加上他有时候要去工地视察什么的 所以我给他做了一个组合 就是做这个渐变蓝 加上一个菜丝变色片 那么各位看到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总的来说 你想要一款通勤不出错的商务款 那么7426非常值得你考虑 第二款是TT系列的5514 58的片宽加上44的片高 喜欢大片型的朋友们 这款就非常对你的胃口 虽说片型大 但它中量距只有17 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你鼻梁胎 三根窄 这样的朋友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镜架会撑不起来 但有一说一要 如果说你脸颊肉比较多 或是苹果机比较发达 那么这款镜架像这种 贴脸的情况 通常是不可以避免的 TT系列是一个超薄的钛片设计 可以说是将简约感跟舒适度贯彻到底 最轻的镜架重量可能只有3.3克 加上这个全新的圆形无螺丝脚链设计 这些优点都让它显得非常的吸引人 但喜欢这款的朋友要注意了 你想要把它的颜值最大化 我建议一定要增加一个沟槽色 这样不仅能增加层次感跟立体感 也会显得非常的好看 如果不加 我个人觉得有点清汤寡水了 那么这款不太建议度数太高的人群去做选择 除此之外 你想找一副商务休闲 日常佩戴的大圈形 那么5514不思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第三款是strip系列的9851 转开